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洗个澡 小麦 他爸 你怎么了 我已经冒警了 你别怕 干吗呀 小雨山 你慌发呆 你敢打我妹 你干吗呀 你听我们家小麦 干吗呀 你干吗呀 别怕 别别怕 我在这儿呢 就是 听我们家小麦去了 我告诉你 我连后纯摸一个 摸一个宠物都敢打你 就是了 他把你打成这样 你还叫我他 你看你谁人的杀 不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你是大理事怎么的 你就可以家庭暴力啊 我告诉你 你打他 你得问我 我们家人同意是同意啊 我不同意 你给我呆着你 敢打这儿 敢护士忽着他 我告诉你 小雨山 别以为自己是律师高人一等 我早上看你不出眼了 知道吗 你太过分了 这是我家 你们都跟我出去 走 你什么意思呢 你什么意思呢 姐姐 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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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叫嚣 还敢叫嚣我 你打死的没事了 走 你打死了 快 快 我先接着你 你打死了 你打死了 走 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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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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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了 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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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快点看看 姐姐姐 别 别动 别 别动 别怕啊 你有姐呢啊 萧雨山 你下狠手 我跟你没闻 萧 萧雨山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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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扣眼珠是不是 行了 别哭了 你 别哭了 死 死 死定了 我告诉你 来 我对不起 警官 这是一个错误了 他并不认识了 他是我的丈夫 犯罪 是我的弟弟 我的家庭 你看 是真的吗 他想要害你吗 拜托 求求你要不让他被抓住坐牢了 你还能说 我现在没讲了 买 买 你不认识 你还要跟着我 绝对我们 现在要留着 你还要留着 你还会留着 这是我的家庭 他们暂常的 你还要留在这儿 您可以留在废话 你也要留在废话 你也可以留在废话 我还要留在废话 我正在做我的工作 他又要留在废话 你怎么办 这事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不要扣他 我丈夫是一个理解 你别说我是律师 还不够丢人的 我正在做我的事 玉珊 拜託 對不起 玉珊 玉珊 真的決定了 上回小妹把新一書給我的時候 上面只有她的簽名 沒有我的 現在我簽了 生效了 你得想好了 這離婚可是傷心痛苦的大事 離了婚一半財產就沒了 你說你辛辛苦苦掙著錢 咔嚓一半歸別人 這可不是玩笑的事啊 我想得很清楚 只要我這家公司還在 田小麥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隨她去 你再好好想想 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我努力過了 我不是沒有努力啊 我都努力把自己變成小丑了 二妹 我可是個律師啊 我頭一回被人家當成歹徒 戴著手銬 在自己家裡被人扔出去 這對於律師來講這 羞恥 羞恥 這個麻煩您了 不不不不 這可不行 你拆十座廟 不拆一樁婚 你要是讓我去勸你們 和好這夥願意去 勸離婚這夥我去不了好 給你 不不不不這不行 你再想想再想想 田小麥 我再問你一次 你願意去洛杉磯 跟我在一起嗎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 我的家人在這兒 我不能跟你去洛杉磯 我不能跟你去洛杉磯 那就離吧 離了對我們都是解脫 好啊 好啊 離就離 本來離婚也是我先提出來的 你要的錢我會一次性付給你的 關於財產分割的部分 我會請我的律師來處理 無論如何我們都做了八年的夫妻 只要你提出來的條件 我都盡量滿足你 我爸可能會不同意我們離婚 能先不告訴他嗎 先瞞著他 找機會再跟他說吧 我給爸帶了一箱好酒 麻煩你轉交給他 小美 就算離婚了我們還是朋友對吧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 我願意不要見到你 你好 George 你好 先生 你好 請坐下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請坐下 我請坐下 小的事 George Wilson 很高興認識你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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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不方便 開口說的條件 直接告訴我律師吧 我得趕分機了 我現在要去 好 謝謝 再見 再見 阿彌陀佛 你好 又見到您了 準備好了嗎 請您記上安全帶 我們可以隨時出發 可以開始了 好 你坐好了 這是我的公司 和我的証人機 你剛才拿了証人機 對 剛才拿了 我剛才拿了 我告訴你 做事實行公司 是非常實行的工作 你應該要在我的位置 所以不容易 從最低的開始 好 我們必須再試試 做事實行 你只能付款 我希望能夠快速 我希望能夠快速 好 先生 我不會放你 好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環能的場地呀 佛呀 保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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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叫啊 通過考試 各路神仙 我謝了 萬能的鴨呀 萬能的烏鴨呀 保佑啊 保佑啊 您就叫啊 叫啊 保佑 保佑謝喬 通過考試啊 各路神仙 我這兒謝了 謝了謝了謝了 好 您能為上路開車 最重要的是什麼 遵守規則 隨時要考慮到別的車輛 總之在美國過得愉快 謝謝啊 謝謝您 好 沒關係 四次不行還有五次 五次不行還有六次 有我在呢 我會一直陪著你的 這都不算事 二妹 我通過了 我通過了 我說我通過了 你聽見了嗎 你 你怎麼了 這包啊 我先唱電影了 讓我抱抱 討厭 抱抱抱 說真的 二妹 我要謝謝你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早就放棄了 你啊 是我的心靈之神 你別這麼說 你怎麼說 都是不好意思 我瞧你 別鬧了 帶我去看車吧 走走走 我我帶你去個地兒 走 對不起 恭喜啊 恭喜啊 拿到駕照了啊 之後在洛杉磯就自由地生活了 小橋啊 秦淮現在有工作了 你的美國第一輛車 就讓秦淮幫你選吧 有了工作啊 你整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了 是嗎 嗯 那時候說好了 你說工作要請你吃飯呢 你想吃什麼 你剛工作 還沒領薪水呢吧 還是我請你呢 不不不我請你 我一定得我請你 我一定得我請你 在這兒呢 注意點兒 注意點兒 稍微 看看 喜歡哪一款車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也沒打算在這兒長呆 只要現在能開 將來能賣就行了 打算花多少錢吧 我真沒什麼概念 你這車多少錢啊 我這車首付兩三千 秦淮這車八百塊錢賣嗎 八百塊錢賣貴了 我剛剛有問了一件老闆 他說呢有一款車呢很省油 而且很實用 九成新的車子第一年不能交通事故啊 買下這三千塊錢 然後呢第二年回收是兩千五 這樣的話呢你開一年的車 才花五百塊錢 比做公交還便宜 二妹 那你就聽秦淮的吧 那我怕 我進去查一下資料 辦了保險 然後咱們就可以踢車了 搖一搖 那個 前陣子裝家裡面那個錢 等我發了薪水以後還你 破費了 你要還房貸還得生活 不用把自己搞得那麼緊張 等你這樣來發了財 再還我也不吃 那時候我一定不會拒絕的 你這樣的話我該說什麼的 什麼也別說了 什麼也別說了 能看到你這樣啊 我很高興 謝謝你鼓勵我 我呢 也就是照著你說的去做而已 好 我們去找二妹吧 好 看看她幫我挑了什麼車 好 好 是嗎 太好了 拿到駕照了 那行行行 你快來吧我們包餃子吃 好等你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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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瞬 嗨,我明白你有一个房子 可不可以告诉我更多详细 excuse me,谁卖了这个房子 呃, James' 我们尊重你的隐藏 但是更多人知道你卖了 更多的机会 可不可以告诉我更多详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怎么啦 你这样打扰我的公诉是没有礼貌的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卖了这个房子吗 是,我打算卖了这个房子 James 我知道这是你的房子 但是我也住在这里 如果你卖了这个房子 你必须至少让我告诉你 我曾经让你告诉你 但是现在我不需要 哦,你真的让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太疯狂了 我甚至不知道 这关系统是哪里的地方 你必须要清楚 我们是否要结婚了 亲爱的,你原来有激动 我们可以慢慢说吗 不可以 我还不可以等 这还不可以等 我今天需要答案 你为什么要结婚了 看,中国已有机会 好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房子 所以我们得到房子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结婚 你还要跟我医开中国 你还可不可以来 你这么自杰 你知道这什么 你都想到 你最想到是你 你的生活 你的未来 你到我 你懂得为什么 我会结婚了 因为我围困ّ困困困困困 每个人女生 你必须保持安全 你不爱我吗 当然我爱你 我们应该结婚了 你知道什么 苏美恩 这些压力让我感到不舒服 哦 让你感到不舒服 这世界全都让我感到不舒服 有什么要说吗 OK 我会不会再问你 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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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进来 进来 你在家啊 对啊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 我刚看了中国市府的视频 你帮了我的大忙 真的 哪儿的话 举手之劳嘛 薛大夫控制你这个洋徒弟 使你运气好 他可是京城四大名医的后人 我知道了 我们商处得非常好 他定期把接诊的视频发给我 我帮他整理药方写一个日志 所以我最近的收获特别大 能准确地把药方翻译成英文 以功德无量啊 前一阵我还听说一个美国人 把我们一个父姓公孙的老先生 翻译成了爷爷和孙子 道了不少笑话 谢谢啊 你又给我出非常好的主意啊 我可以把师父的药方 翻译成英文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老湛 你好好干 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美国中医 对了 苏眠呢 他说好了要给我包饺子的 好 我马上就开始 我的动作挺快 苏眠人呢 他有点生气 在楼上 那我上去看看他 好不好 苏眠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 谢乔 我实在是心情不好 刚知道老湛要卖房子 为什么要卖房子 就算他去中国学习 也不用卖房子 这是他的家呀 说的就是啊 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好 这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 他有权处置 可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情人 用人 保姆 你先别着急上火 我觉得老湛不是这样的人 我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好 什么是好 温柔体贴 甜言蜜语 外国人这种虚头巴脑的花招 多了去了 他不真心跟你过日子 你心里永远没底 这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思维 确实不太一样 但我总觉得老湛是个好人 好人不一定是好丈夫 况且他只是我的男朋友 明天我从这里搬出去 我们就是陌生人 谢乔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 经营这段感情 到头来不能什么都没有 你要不要跟他再好好谈一次 有时候身边最近的人 往往更需要交流 脚这么伤就好 你们先可以去外面散散步 你自己吃吧 我跟西娇出去吃 为什么 老湛 我跟苏眠出去办点事 下次 下次一定来吃你的饺子 但是我是特意给你饱的 你们先吃完再走吧 不 谢谢 我们不饿了 去吧 下次你提前告诉我 我会给你饱那个西红柿的饺子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你怎么吃 怎么吃 去看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我会给你饱了 哪里 我不会会咬我 公司 还要留在哪里 其他地方 没有什么 你的房子和车车 按照你的规则 60%的交易货币 会在她的交易货币 但她想更多 她想购买你的企业 多少钱她想? 50% 对不起 但你的妻子很羨慕 什么情况下 她想购买你的交易货币 我已经谈计了 20%的交易货币 她不再回落 我现在要购买 我不想再回落 你真离婚了 别吵吵行吗 这事别让咱爸知道 老头该伤心了 还有咱妈 要让她知道 全世界都没太平日子过 先瞒一段时间吧 你说你当初不是说 吓唬吓唬她吗呀 怎么还说离就离了呀 我也想吓唬吓唬她 我没想到萧雨珊来真的 合着萧雨珊等了半天 就在等我离婚这句话呢 结婚八年 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啊 我就不信她 离开萧雨珊 还找不到好男人啊 你说你 这话说的都是矛盾的 别说这个了 我反正现在离了 我浑身轻松 好 你好 安德森 去游泳吗 你教我 好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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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安德森 意大利接吧 啊 意大利小伙 我要跟意大利小伙 到海边去冲浪了 萧雨珊从此以后就再见了 萧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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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八年 现在的小麦 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麦了 我也不是当年的我了 你们俩离婚 这也太不惜了 小麦我了解 她呀 嘴上不饶人 但心眼真是挺好的 你们俩离婚的事 家里人知道吗 国际不知道 你也知道啊 她妈妈这个脾气 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怎么说呀 我打个国际长途电话过去 跟我妈说 你儿媳妇跑了 这也不合适 老人随着都大了 满一天是一天吧 你说你们俩 就不能凑合凑合 凑合啊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单身啊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就凑合凑合去了没 我不想 后边还有三四十年 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过不下去 还是 是 二门 不管我跟小麦怎么样 我们都是兄弟 对吧 这回 倒是又做梦了 终于你来 我离开了 所以你现在是我的 杨茜茜 大沫 小律师也在呢 小律师好 来 衣服给我给我 来 坐 坐 我来是那个 海边烧烤那个 你弄好了没有 谢乔交代我的事 我一定会办好的 一块去嘛 谢乔的家照拿下来了 想请大家一起去盛摩尼克 我不去了 那个 那个 公司忙 小律师 工作越是忙 越得放松 你看像我这个 好多天都 没有工作 我这 我都得出去开心开心 就这个周末 早上在我们家门口集合 好吧 你们去吧 我真不去 行了 我先走了 走啊 来 再见 律师慢走啊 这小律师怎么了 怎么看着没硬打赛的呀 你离婚 瞧老打鼓方便跑 离了 对我说什么来着 分居就是不克服 就你们这些男的 身边不能没有女的看着 这么多年了就说你吧 你身边要是没有我看着你 你不得翻了天啊 你得和我多少姑娘啊 我跟你说 你真的离不开我 真的 说事 说正事 对 对 是这样的 你看你现在这个 就这餐厅 干得越来越红火 然后 特别缺人手对不对 我想了想 正好这点时间我 不是很忙 我过来给你忙忙忙 给你打打下手什么的 然后帮你张了张了 好 外面工作特别难找 我 实在没办法了 二伯 二伯 其实爸 你看啊 你看啊 就你现在这个家大业大 这个餐厅越来越火 你这么忙 这身边必须得有一个帮手 当然这事怪我啊 这么多年了我忽略了 你早就应该有个秘书 你知道吗 这个秘书啊 必须得是一个特别了解你的人 他知道你怎么工作 怎么生活 然后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这个人还得勤劳 朴实善良 然后他得出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斗得了流氓 还得翻得了墙 工资呢都无所谓的 不就是个秘书吗 秘书这 有我就给 没有先先先先欠着 没事 欠个一天两天的 那无所谓的真的 没什么事 想吃什么 我请你 好 好 好 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幸亏有你们这些朋友 在身边帮忙 这个周末 我想请大家去 莎莎莎海边 你跟老张一块儿来吧 我自己去 不带他 怎么了 还生他气啊 你要想嫁给人家 就要对人家好一点啊 我对他还不够好啊 我还怎么对他好 我真的不知道老张心里 到底怎么想的 你说去中国学习就去吧 你卖什么房子呀 结个婚怎么就那么难呢 所以啊 这个周末 你就带他一起去 正好找个机会 你们俩好好聊聊 好吧 你跟秦华还有来往吗 我们通个电话吧 他最近找到了新工作 是做房地产经纪 秦华呀 他算是被美国给毁了 我只是希望 能够帮到他一点 一个人经济上 拮据一点没有关系 可是精神上不能夸 你还有精力帮别人呢 我是自食难保 不过 这种情况 我想不会太久的 我现在有了车 就等于有了腿 你看我还有手 还有脑子 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自己 在洛杉矶的生活 越来越充实的 真棒 加油 你到底恨不恨秦华 不想恨 任何人之间的缘分 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的 不好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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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谢乔 我以前来过来 我想知道 你需要帮助 你的店 你以前有办法 你以前在咖啡店 没有 我以前知道咖啡店 我现在知道咖啡店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你 只要学习 但是 我真的需要这个工作 可以 我只能工作 几个小时 一天 不 但我可以帮你 咖啡店 我可以帮你 咖啡店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可以喝两个咖啡吗 我会想 一份 一份 你很敬畅的女孩 对 我可以做 谢谢 铁桥 萧律师 这么巧 刚才听到你的声音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找工作的 不过被拒绝了 看来 在加州雇佣非法劳工 会被罚款这件事 只有二脉不知道 其他人都知道 美国人啊 很讲究他这个观念 刚才我听到你说 你要做一个 能够帮助别人 买咖啡的人 非常感动 我只是不习惯 但现在这种 只出不入的状况 有点惶恐 觉得自己像个寄生虫 现在的蹲地 是为了将来 跳得更高啊 我考到驾照了 一考到驾照以后 我最想来的就是这儿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亨瑞和贺莫斯的 那种坚持 如果能在这儿工作 一定会是 一段美好的记忆 对 听说你还要去什么 莫妮卡 为人不找我啊 不知道合不合适 你那么忙 怕打扰你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朋友呗 那现在邀请还来得及吗 我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我这阵子 挺郁闷的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是你说的 是你说的 这个地方能让人平静 产生力量 来 先生 您有点我喜欢的咖啡 谢谢 哈利 您欢迎来到每次 谢谢 您的记忆咖啡 我非常感谢 您欢迎 你现在的英文讲得挺好啊 我原来其实有些基础 只是没有语言环境 来到这儿以后 一开始听到老美讲英文那么快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现在好多了 除了平时多听多说 就是在家里多苦悲了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独立 我的情况 二妈一定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那么冲动地来到洛杉矶 本来是为了要爱一个人 可是现在 落到这种不干不干的境地 其实挺绝望的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人活着总是要面对现实的 只要每一天都努力过了 这个人生就不算遗憾了 不是吗 在洛杉矶 你最想找什么工作呀 现在吗 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没有身份 如果可以的话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文学艺术了 电视是首选 我的老本行嘛 其他比如说电影文学 音乐绘画 都是我喜欢的 你这儿看什么书啊 你这儿看什么书啊 《易经杂书》 你也喜欢看南怀景的书啊 我收藏了他所有的作品 要了解中国文化 可以多看看他的书 我这么唠唠叨叨叨的 会不会让你的心情更沉重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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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相反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其实你看我现在是个律师吧 我上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 真的啊 那你应该是个正宗的文艺青年啊 多兴随吗 大家也不想说 我用讲一条文艺青年啊 你这儿看什么 要不要什么 我用作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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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